今天周末咱们聊点八卦的东西 就是礼拜六应该是查尔斯正式的继位 他现在已经继位了 因为女王一死马上他就是国王了 但是正经的继位等于是加冕一世 是礼拜六 那么这个就是他就要正式的成为国王 然后他的太太的卡米拉就正式的成为皇后 这家人家的这个八卦呢确实是说不完的 好多人呢就是说都特别不喜欢卡米拉 因为她是小三 我这呢稍微的为她说两句话 当然我也不喜欢小三 我得说清楚 但是他们俩确实倒是本来就是 本来是他们俩人是相好的 那个是本来是这样 他们倒确实是女王啊 棒打鸳鸯把他们俩给打散 他呢他们年轻的时候 卡米拉这个人呢就觉得 我也挺喜欢你你也挺喜欢我 但是呢你妈不同意 你妈又是女王对不对 你又不会去违反你妈的意思 那我跟你这耽误什么时间呢 所以呢女王为了要拆散她吧 还把这个查尔森的给派到军队里 英国的皇室不都有这传统吗 反正有事没事的 尤其就是你要继位的人 突然就给你派到军队里 让他去相当有点什么实习 有点像怎么着的 给他派到英国的海军去服役一年 那么就在这一年当中 这卡米拉就说那算了 对吧我也不等你了 他就结婚了 自己去找了别的人结婚了 是一个也是他们这个圈子里的 反正也是好像是 查尔斯的那个护卫队里头的 一个队长可能是 所以等他回来 卡米拉已经嫁人了 所以呢他们没成是这么回事 没成 然后呢当然后来就是出现了这 他反正也挺长时间一直没结婚嘛 然后后来就是戴安娜的出现 他妈就催她了 这时候女王就催她了 你赶紧 他反正确实戴安娜也确实 是有点是他妈催的结果 因为对于皇室的来想 第三代很重要 对吧 你得赶紧结婚生孩子 这也特别重要 他反正结婚时候也 确实年龄不小了 就是这样 他因为我觉得 他我认为 而且他在跟戴安娜结婚之前 跟戴安娜这个约会之前 他还跟戴安娜的姐姐 还先好过 他们俩先好过 就是这么认识戴安娜 后来没谈成 跟他姐姐没谈成 反正我相信 跟查尔斯这样的人谈 可能不是很容易 我觉得他脾气也怪怪的 反正没谈成 后来就 就看上这妹妹了 反正最后 那个妹妹又年轻又漂亮吧 反正 女王比较喜欢 觉得这个特别拿得出手 是吧 就这么就结了婚 然后后来就 又那个结了婚以后 又不是又出现问题吗 而且他当时 去要娶戴安娜的时候 还问过卡米拉 卡米拉还跟他说 这个姑娘不错 你就娶她吧 还这样子 那么后来就结了婚了 结了婚以后呢 我认为他一开始 是想好好过日子的 我并不认为他 从一开始 就跟卡米拉怎么着 但是确实两个人不合适 他们 拜安娜跟查尔斯 不是同一类人 真的差得太远了 查尔斯这种 从小在皇宫里头 长大的人 比如说很简单的 那种生活习惯 他从来是不会去厨房的 厨房被认为 是这个用人去的地方 拜安娜到他们家 在那自己在那运动 在自己房间里运动 运动了口渴了 直奔厨房就去 就进去去拿 就要喝水 那厨房里的人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皇宫里的人 从来不会跑到厨房来 他怎么就来了 而且是浑身是汗 那个穿着那种运动服装 也就是如果皇室 有人要准备到厨房来 也都是穿着很正宗的 正正经典的 比如说有什么事情 他怎么就登登登就过来了 然后就把厨房的人 都吓了一跳 他就说我要喝一瓶 喝点这个橘子水 然后那个人就说 那你就回到你的房间 我会给你送过来 就那意思 你别随便奔着冰箱就去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 生活习惯上的问题 这个 而且呢 他们俩人年龄差别比较大 戴安娜呢 喜欢就是 他喜欢流行小说啊 什么流行音乐啊 什么东西 两个人的口碑也不一样 查尔斯喜欢老式的 比如说歌剧 什么之类的 当然他们都喜欢芭蕾舞 戴安娜小的时候 还学过芭蕾舞 居然有一次查尔斯过生日 这个戴安娜还准备了好长时间 跟人家跳舞的地方的人说 我来跳一个舞给他 作为他生日的这个庆祝 他结果选的是一个那种现代舞 就那么两个袋 这么一件衣服 就是像个睡衣似的那种 因为人家跳舞 这人得就是松一点 让他现代舞 反正是 结果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还就等于给他一个惊喜 给查尔斯一个惊喜 就说大家一块去看舞蹈 那查尔斯就跟他一块去了 去了以后 结果他当中 他们也有看别 那个舞 那天也有别的演出 当中就跑掉了 他说他要去上厕所 他跑掉了 结果后来就出现在了舞台上 跟另外一个人 跟他一块跳 那个是跟他一块合作的 是个男的 跟他一块跳 而且把他举起来 乱七八糟的 查尔斯觉得不可思议 你皇室的人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对不对 这演出啊 什么这些 这些是属于为你皇室服务的 对吧 而且你还穿的这么少 这么裸露的一件衣服 他们俩就是 所以他的想法 那戴安娜的想法是想说 让他惊喜一下 我特别把你的生日当回事 我还正经地去练了好长时间 结果那查尔斯一看呢 看着觉得你怎么 太不成体统了 等等了 就这一类的事情 包括生孩子 查尔斯的就是 尤其是皇室继承人 一定要生在皇宫里 一定要生在白金汉宫里 他呢 戴安娜就觉得 现在人生孩子 不是都到医院去生吗 你为什么非让我在你的皇宫里 出了事怎么办 你要想到啊 这些他是要继承王位的 这个这些人 你的孩子是要继承王位的 有必要的话 人家会把整个医院给你搬来 对不对 总之呢 就是这所有的就是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就是不合拍 就是不 这两个人就是不一样的人 那你想吧 今天这个事吵 明天这个事吵 吵到后来可能就两个人都 心情不好 那查尔斯呢 就去跟他特别谈的来 他跟卡米拉主要是特别谈的来 就打电话跟他聊 就抱怨这些事情 对不对 说心里特别不痛快 好 经常的聊 有的时候聊聊聊聊到半夜 聊聊聊聊 又聊出感情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火花又出来了 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那么后来的事情 反正也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就两个人就又 又重新好上了 然后这个戴安娜 当然就很生气 很生气呢 反正两个人就是 也一直没有离婚 就是很生气就是了 就是两个人 甚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当戴安娜刚刚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两人还能 在公共场合一块出现 到后来呢 就关系越来越差的 就是连公共场合 都不一块出现 就明显的就告诉全世界 我们俩人现在就分居了 就水火不相容累积 但是事实上 也是不准备离婚的 就想就这样吧 对吧 个别的时候 孩子的事情 两个人还会共同出现 反正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怎么怎么着的 大致就想是这样子 但是呢 后来是因为 她的那一次采访 BBC有一次采访戴安娜 这个事情呢 也是BBC不好 我也要骂BBC BBC是骗戴安娜 其实戴安娜 并不想去接受这个采访 你说她去采访 能说什么 不就说自己老公不好吗 那其实你 她在皇宫时间也住常 她在皇室里待的时间也够长 她也知道有些体面的东西 你这么去对全世界的 去说自己老公不好 这确实不太好 所以其实戴安娜并不是 一开始并没有说 我要接受这个采访 结果这个人骗她 骗她的拿来一些什么证据啊 说的是你知道吗 这皇室里的人 天天都在监控你 你看她们还跟这个 什么什么公司 就是那种监控别人 去跟踪别人那种公司 你看她们都有合同 这场上还有签字付的钱 就是骗这个 丹安娜 丹安娜本身 她在皇宫里头 她已经觉得比较孤独 因为那一家的 全是查尔斯他们家的 对不对 她本来就是一个人 她现在跟查尔斯 关系不好 她本来就害怕 就是说皇室一块来对付她 结果你还拿这种东西 拿出来给她看 她可能就觉得 她这时候就觉得说 那我得反击了 我得反击你们这帮皇室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她才同意去的 后来才披露出来 整个这件事情是假的 那个记者是胡编的 皇室并没有去天天地监控她 去监听她 什么都没有 皇室没有这么干 对于丹安娜 对不对 但是当时丹安娜不知道 然后就同意了 同意了以后就给了这个采访 这个采访里头 当然她就特别出名 那句话就说 我们这个婚姻 现在是三个人在里头 太急了 这是她说的那句话 那这话你看说的 对吧 你毕竟不是一般的人 你皇室里的人 这件事情以后 是女王正式写了一封信 给他们两个人 说你们俩离婚 那么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件事情之前 女王并不想参与这件事情 反正你们俩表面上 能装多少装多少吧 全世界也都知道了 但是呢大家客客气气 反正 但是你这样子 就是正经的去跟全世界 去说你老公 说你怎么着 就算女王也觉得 自己儿子做的不好 女王不能够认受 因为你这样子的话 没有必要了 你们这个婚姻维持 没有必要 你们两个人已经 感情肯定是到头了 一直没有离婚的原因 是说大家都保持面子 你现在这个面子 也被你给 这层 这层等于纱布 也给你脱下来了 拉下来了 那就算了 你们就离吧 女王正式跟她写信 让他们离的时候 戴安娜其实是很不开心的 她自己是离婚的家庭出来 她其实并不想离婚 就是说她还是希望 就是正经的孩子 有一个爸爸 有个妈妈 然后在学校里头的事情 两个人需要 可以一块出去 一块去参加家长会 什么 她还是希望这样 毕竟皇宫大 他们两个人不睡在一块 你睡这头 我睡那头 反正平时 也不怎么见面 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对不对 但是你正经的离婚了的话 真的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家庭 其实她 戴安娜对这个 其实是挺不愿意的 她离婚这件事情 其实她是挺不愿意的 但这件事情是跟那件 跟她的采访是直接有关系 而这个采访是 等于是BBC给她骗了 所以最终戴安娜的离婚 应该说是BBC搞成的 把他们搞 愣把他们这个 就是本来还可以维持下去的 有些事情还是这样 她如果再维持一段时间 她跟卡米拉没准到后来 两个人也就 热一阵也就过去了 也没准就过去 没准就是说 两个人还可以 到没准再拖个一段时间 拖个几年 没准又 她跟丹安娜 又不是那么水火不相容了 也说不出 对不对 但是你一旦离婚了 那这事情就到此理解 就没有这个可能了 修复的可能完全没有 所以呢 就是 这个前前后后是这样子的 这个事情我特关心 我那个时候 我在我那时候住在瑞典 我老看 那个瑞典那个晚上的那个小报 经常的有这种 他那种瑞典有两个晚上的小报 就是 就是这种 这一类的 因为瑞典自己也有皇室的 他们自己的皇室的那个 新闻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们的皇室没这么热闹 没有英国皇室热闹 所以就 经常的有一些 然后我有时候没事 我就 因为我住的地方 门口就有一个地方 卖这种报纸的 那个时候还可以去拿那种纸的报纸 反正可以 然后就 我就上班 有的时候 上学大概 上学 回来 就路过那儿 我就到他那儿去买一份 他那个完间报纸 那种报纸看的就是 纯粹的八卦了 全都是八卦 就是你看的时候特放松 你知道吗 就纯粹的做吃瓜群众 所以 我那个买那个报纸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纯粹的做吃瓜群众 好好让我放松一下 而且你看他们那个 黄石的人也有各种干的喜怒哀乐 觉得 觉得挺好 做普通人挺好 我不想做黄石的人 自我安慰一下 所以他那前前后后的很多事情 我还真看了不少 当然那种小报写的东西 我都说有真有假了 不过后来像BBC 就是 他这个事情后来有一段时间 又炒作的挺厉害 就是因为BBC那件事情暴露出来 他不是马上暴露出来 过了很长时间才披露出来的 那个人叫什么 什么Bashir 那个记者 也是好像皮肤挺黑的 那么一个人 他们两个人离了婚以后 然后不是丹 后来又有了别的男朋友 就包括那个埃及人 然后跟那个埃及人去开车 到那个 在巴黎的时候 遇车祸死的 他要不离婚的话 没准 他应该跟这个 这个埃及人 也不会搞完一块去吧 那没准 他人都不死都有可能 所以你看BBC 这骗人的多可怕 对不对 骗的结果是没准让 最终等于 你可以算是间接的导致了 戴安娜 你命都没了 是不是 就是他们俩共离婚的话 我相信他不应该 他不会去跟这个 跟这个埃及人搞在一块 对不对 所以 BBC不是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BBC不是说 他单单的 他要这个 侮辱中国 他要经常的抹黑中国 他对他自己 皇室也这样 他就是一个 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 这么一个广播公司 趁机我在骂两句BBC 好 cü 好